的资深帅哥黄玉娇 今天时报周刊的最新消息 要来关心的就是黄玉娇的最新动态了 因为他屡屡传出要付出 在立委选举失利之后 而现在至了解呢 他有新的工作了 黄玉娇自己透露 他将要来担任呢 也就是台开集团的副董事长的职务 也算是周年转业了 黄玉娇自己笑说 对于公职 他说我愿足矣了 这是今天时报周刊的最新消息